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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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加拿大空军一架CP-140型机 多次侵入我赤卫域领空 并递进我华东沿海 进入台湾海峡侦查自扰 中国空军对其进行了跟踪监视和警告驱离 中国空军依据中国法律和有关国际规则 对其实施查证识别 跟踪监视 警告驱离等管控措施 处置行动完全合理合法 专业规范 起飞就是战斗 升空就是作战 突发情况下的从容处置 离不开平时的千锤百炼 我已抵达台湾背后封键 发现敌警 指示处理 离机会 锁定 导弹准备好 发现 今年4月8号至10号 一系列环台岛战备警群和联合力舰演习 连续展开 全面检验了实战条件下 多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演习中 战区空军出动了数十架尖机机 持续被台岛周边战群进逼 依托联合情报之称 开展巡舰舰机 空中封锁等演练 构建全向围岛索台态势 多批多架挂在实弹的轰6K战机 在预警机 尖机机 干扰机的侧影支援下 恢复任务空运 建立打击阵位 对台岛重要目标实施多波次模拟打击 期间 组织加油机 为伴随掩护的多型战机实施空中加油 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是人民空军首批组舰 首支参战 首力战功等轰炸航空兵部队 面对强敌对手 大队官兵始终以昂扬的战斗姿态 奋飞海天 宣示祖国主权 在一次远海任务中 副大队长张成良与战友驾机 刚刚抵达预点空域 就发现几艘外风船尸 在无海域内非法行动 几组当即申请下降高度进行驱离 伴随战机持续降低高度 海面上翻轨的波浪清晰可见 每降低一米 战机风险都在成倍增加 张成良紧握驾驶杆 努力保持战机平稳 其他成员操作设备 对外方船只进行取证 在机组默契配合下 感受到威慑压迫的外方船只 被成功驱离 当有外军的舰机抵近 我国的领海领空的时候 我们空军的战机就要去识别取证 进而进行半飞和驱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到 我们人民空军的行动是非常专业 而且也是保持了克制的 我们部队现在执行这种看似 并不是打仗 但是其实非常政治外交 敏感性很强的这种活动的能力 就越来越强 操作是越来越规范 你像我们对外机抵近的外机 或者外船 我们实施这种跟踪 半飞 查证 这些活动我们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 在什么距离 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在什么高度 我们是采取什么样的航向 我的机头对向何方 包括喊话怎么喊 但是每一个这都是事先规定好的 就是这一套操作是非常非常规范的 这个其实体现了 其实两条原则 第一一定要维护我国的领空 领海的这个主权的安全 这个是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去侵犯的 我们不去主动挑起一些不必要的争端 还要保证我们飞机自身的安全 我想这种局面 它是有利于向外界传递 我们需要传递的一些信息 我们不惹事 但是也不怕事 不怕事 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 在战备警询当中 除了有尖击机之外 还有像轰6K这样的大家伙 那像轰6K这样的大家伙 参加战备警询 是不是也会让战备警询多一些战略威慑的色彩 这么说吧 我们轰6K飞机这个网友们都知道 它是个远程轰炸机 它具有远程打击能力 海上空中作战的能力 它既然是个主要执行海上和远程打击任务的机型 它也要进行战备训练 它不针对任何地上 主要还是提升我们这个轰6K飞机机组的这个远程飞行 远程的这个信息保障 远程的打击训练 同时还有跟其他机种的一个协同作战的能力 另外当然也是在我们主权区域之内显示必要的存在 这个也是彰显我们这个大国的 这样一种维护主权的决心和实力 我想这个也是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的 今年4月份的时候 人民空军也参加并且是圆满完成了 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任务 那从这场演习当中可以看出 人民空军现在是怎样的一种作战的理念 其实就是一个体系作战 联合作战 联合之胜的这么一种理念 现代作战是一个体系作战 空中作战是一个体系作战 光有作战飞机是不行的 它必须有适当的保障飞机 预警机甚至通信中级机都是需要的 尤其是海上作战 因为所有陆机的通信系统的覆盖范围 它都是有限的 那么在海上 目前可能我们没办法有一个 稳定的一个海上的海基的 这么一个信息支撑网络 那么就需要我们从空中 自己组成一个小体系 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前出的飞机连得通 同时瞄得更准打得更准 它就是这么一种海上方向的这么一种体系作战 我想这种能力的形成 就是这些年我们人民空军整个战略能力提升的 很重要的一个点 新时代人民空军作战体系越来越完备 这和装备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去年7月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游20正式投入了练兵备战 那么现在运游20练兵备战的效果究竟怎样了呢 我们先看个短片了解一下 今年7月举办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长春航空展上 一架运游20与两架歼20 两架歼16 首次以武器编队公开展示 并以空中加油构型 低空震撼通常 运游20是我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 它和歼20在立兵台海中振势高飞 提升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在今年央视推出的系列片《竹梦》中 还首次出现了运游20给歼15舰载机空中加油的画面 运游20是运20的衍生型号 两者被军迷们称为双胞胎 今年运20凭借强大的运载能力 同样备受瞩目 今年1月空军首次使用运游20运送新兵下连 一次性运送了400多名空军新兵和新训骨干到营区 4月空军空降兵谋旅 使用运游20开展极群散将战斗演练 与以往不同 此次演练他们按照战斗模式编组 屡建制极群散将 以最大限度精准投放至演练地域 4月 数价满载重型装备的运20还在御顶空域进行了重装空投训练 抵达御顶空域后 运20舱门打开 重型装备依次划出机舱 精准地落下空投地点 这个部队还设置了捆绑作业流水线 在流水线上 空投舰从头传送到尾即可完成所有装配 而后直接转运机场 装漆空投 大大提升了重装空投保障效率 除了参加演习训练活动 运20还多次走出国门 遂行人道主义援助等多样化任务 10月15号 人民空军航空兵某部出动两架运20飞往阿富汗 向地震灾区运送救援物资 这批物资总重近50吨 包括棉被 冲锋衣 帐篷 折叠床等灾区群众急需的生活用品 此次任务是运20即去年6月以来第二次向阿富汗运送地震灾后救援物资 与上一次飞迪喀布尔机场运送物资相比 这次飞机装载物资量更大 停靠机场距离震中更近 不到一个月 运20又临危受命 向尼泊尔运送急需的银帐横 毛毯等约50吨救援物资 以帮助尼泊尔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那我们从空军航空展上也看到运游20和其他的机型组成了5G编队 另外新闻报道当中也有就是运游20给咱们的舰载机歼15空中加油的画面 现在运游20是不是已经能够做到给我军的绝大部分的主力机型来进行空中加油了 其实刚才谈到了空中的体系作战 加油机其实就是这个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更新一代的战斗机研制出来我们普遍要让它具备受游能力的 其实不光是舰载机我们空军500也看到它有一个受游管 就是说现在这个运游20的这个连线真的像在我们整个体系内 像多个机型再来延伸再来拓展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整个体系会飞得越来越远 运游20今年也是特别的忙碌不仅有送新兵下连 另外还有像城里建制的集群散将还有重装空投等等 那这些训练任务对于运游20能力的提升有怎样的作用 集群散将什么概念呢就是它不光是规模大 而且这些战斗分队它是按照战斗进行编组的 就是说我投下去以后可以以最短的时间转入战斗状态 所以这是现在空降作战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那么我们运游20这个飞机我们的军用运输机动员 它是做的是最舒服的 所以这样就非常有利于空降官兵在机上保持它的战斗状态 所以说这个飞机对于旅舰制的集群散将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再加上这个重装空投 重装空投是为空军还有就是其他军种 提供重寻装备物资空中快速投送的这么一个很有利的工具 运输林这些能力的加强会对空军整体作战能力的提升 起到怎样的帮助呢 一个是提升空军的整个远域到达人 我的空降兵 我的航空兵 我的地面防空兵 甚至可能雷达兵 我要到一个远区进行部署的话 我通过它可以快速实现 第二个是提升了空军的快速响应能力 可能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位置会突然出现一些情况 需要军队介入进行处理 那么我飞机可以快速 战斗机可以快速飞过去 但是我相信的后勤保障装备设施也得跟过去 那么我可以通过运达林快速地解决这个事情 第三个就是很直接了 提升我们的空降兵的大规模的合同空降能力 第四个提升了空军支援兄弟军种 支援其他军种作战的能力 因为我运达林可以为其他军种投送人员 投送装备 投送各种保障物质 甚至可以后送伤员等等等等 这都是对其他军种作战一个很有利的支持 这就是可以说一个运达林 其实是我们整个空军的体系作战能力 对全军联合作战能力也是有支持的 今年运达林也在继续执行向别国运输救援物资的任务 似乎这些年运达林执行这种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了 也是常态 你像去年到了南太平洋国家汤家 所罗门 这是我们人民空军之前从来没有飞过的航地 然后今年又去了阿富汗 去了尼泊尔 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像这两个地区的投送 因为阿富汗和尼泊尔是高原 南亚的高原地区 高原地区的飞行是有很多特殊的困难的 首先就是你航路上就很复杂 高山峻里 而且整个航路上和目标区气象条件非常复杂 高原对飞行来说它对飞机发动机的功率要求是非常高的 很多飞机是无法在全载重的在高原机场起降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国家由于战乱或者经济上不够发达 机场的条件很差 甚至阿富汗就是这次我们落的那个机场连导航设施都没有 那么我们的运二人现在常态化地往这个地区能够执行这样的人道主义救援 其实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飞机性能是非常优秀的 能够适合高原地区的飞行和起降 第二我们的任务机组是很出色的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经验 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 再就是我们整个飞机 它自主的导航通信保障 这个能力也是比较强 就是你这个基础条件不够 没关系 我们依靠自主保障我们也能够完成这样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复兴 人才吸纳和人才培养也是空军工作的重中之重 驾驶空军最先进的战机可能是很多飞行员都有的梦想 那怎样来实现这个梦想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像在地狱走一遍的感觉 每一个人肯定要学几十甚至上百种东西 所以说你不把很多能力锻炼好到空中那你肯定永远是挨打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这个青年学生考飞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这些年 这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整个国家的强大 整个人民军队的强大 整个人民空军的强大 这样吸引了更多的优秀青年 有志青年 来到空军部队学习飞行 翱翔南天 另外还有一个我很高兴看到的就是 其实它也意味着我们整个飞行员 整个队伍它从源头上开始 这个品质 这个素质是越来越高 这是一件让我们非常欣喜的事情 现在装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 是不是也对飞行员以及包括其他兵员的 这种专业的素质 学习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对 现在的装备已经非常先进了 操控设备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它的电子设备这一块越来越复杂 所以说真要驾驭这样一种先进的战机 在未来信息化 智能化战场上作战 不仅仅是把飞机飞好就行 信息的流转的这个原理 这一套是他们现在经常考虑的一些新的问题 飞行员是空军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兵种 但是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那如果我们有一些孩子他特别想当空军 但是自身的条件又达不到飞行员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 还有哪一些空军的兵种可供选择 就像你说的 飞行员是整个人才队伍的尖尖 在整个空军部队中 它的塔击比飞行员要多得多 大得多 多得多 空军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合成的军种 除了航空兵 其实航空兵还有分尖尖航空兵 红装航空兵 还有地面防空兵 这些都是属于直接保障的兵种 还有各种后勤的 场战 机务 军械 方方面面 还有电子对抗 这些都是直接保障的 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那么各个岗位都需要我们优秀的青年学生 进入到空军来为空军服务 另外我们从整个人才进口这个地方 除了我们有一些航空三个飞行学院以外 有一个航空大学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兵种的一些院校 你像预警学院 像空军工程大学 空军工程大学它专业很全 可以说地面的主要的这些岗位 它那个人才内积那里基本上都能培养 还有勤务学院 青年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大门 进入到空军队伍来 不管什么兵种 我们人民空军都是一身的空军蓝 这个颜色跟我们祖国的蓝天是高度一致的 我们穿上这身衣服也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事业 融入到了保卫祖国领空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中间去 这一点不管是不是飞行员 我们都是一样的 短短一期节目 无法把空军这一年干的事都概括进来 比如今年人民空军还和俄罗斯空军进行了第六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和泰国空军举行了英机2023联合训练 和巴基斯坦空军举行了雄鹰石联合训练 和阿联酋空军举行了猎鹰盾牌2023联合军演等等 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关注人民空军 期待人民空军飞出更壮美的新航季 感谢王先生今天来到演播室为我们进行解读 谢谢 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 您也可以打开央视新闻